这个女人在回家的途中,突然被人拖进了黑暗的巷子,几个男人围住了他,女人想反抗,迎来的却是邦邦两全。 等他失去意识,这伙畜生竟然脱掉女人的牛仔裤,细袖上面的味道,接下来这段不好看,咱们跳过。 女人拖着满身伤痕的身体来报案,他把犯人的毛发递给警察,这是他抓住的唯一证据,警察却烦躁的挠了挠头,说解验太麻烦不如算了吧。 女人想多说几句,可她是个口吃,又受了侮辱惊吓,更加说不清。 这时警察看到她穿着紧身牛仔裤,很不屑地说道,你穿成这样,难怪会被人盯上,说不定是故意勾引,现在又来诬告别人,女人听不下去,直接收拾东西离开。 没有几人知道,这个受尽委屈的女人,曾是国家设计队队员,赢得过很多奖牌,她叫小美,因为一场车户伤了身体,导致口吃,只能和闺蜜在纺织场打工,本以为悲剧到此为止了。 谁知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,小美回到家后,发现床上竟然坐着刚才的混混,对方凭着身份证上的地址找上家门,说刚才没玩过瘾,想再来一次。 而更可笑的是,邻居竟然一边吃着泡面,一边听得惊惊有味。 情急之下,小美摸到桌上的奖牌,朝混混的头砸去,她挣扎着想逃,混混依旧不死心,拖住小美。 小美实在被逼急了,抄起地上的玻璃碎片,狠狠地扎进了混混的脖子,混混一命呜呼。 这时,一阵敲门声响起,这个女人太惨了,被三个小混混玻污污之后,混混竟然找上了家门,想再行不轨之事。 小美情急之下失手杀了人,这时敲门声响起,来的是名女警,她听说了这起案件,决定来帮助这个可怜的女人。 但是屋里躺着一具尸体,小美不能让警察发现,她用颤抖和失望的语气说,算了吧。 看着地上混混的尸体,小美就会想起当晚的场景,她掏出钢具,狠狠地将男人切了八百多块,然后塞进冰箱。 第二天,女警再次找到小美,请小美吃饭,想以朋友的身份慢慢接近她。 交谈中,小美从女友那里了解了一些关于正当防卫的标准。 用女警的话说,韩国法律你能期待什么? 晚上,小美准备把混混的尸体处理掉,谁知碰到了之前那个无良警察。 警察得知女警察守这件案子,很不开心,想来调查一番。 从邻居口中得知,昨晚小美家有男人,警察就以小美伪造强奸案为由,向她索要一大笔贿赂。 拉扯中,小美的手提带掉到地上,一只手露了出来,警察当场惊呆了。 反应过来之后,立马对小美进行抓捕,小美拼命反抗,警察的枪在挣扎中掉落在地。 小美摸到枪,瞄准警察,可警察还在叫嚣,她一步步逼近,小美咬牙抠动了扳机,打偏了,警察更加嚣张。 小美却在此时站直了身体,单手持枪,标准的射击战姿,再次射击,一枪毙命。 她做梦都没有想到,小美曾是国家射击队优秀队,何其讽刺。 女人遭遇三个混混凌辱,前去报案,反被警察威胁索要贿赂。 女人杀了警察,事到如今她也算看清了,反正自己杀了人最无可恕,绝不能让那些人渣继续逍遥快活。 小美来到父母临前做最后的告别,这世上小美唯一还牵挂的,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,可当她赶到闺蜜家,看到的却是闺蜜被丈夫打得奄奄一息。 小美愤怒了,杀一个人渣是杀,多杀一个也是杀。 小美来到车库,将家暴男的车乱砸一通,家暴男闻声而来,大骂着就要动手,等男人走近,小美一枪抱头,复仇之路就此展开。 小美来到另一个混混家中,帮帮两枪直中混混跨下,混混哀嚎求饶,你是不是忘了小美也曾求过你,你放过她了吗? 解决完这一个,小美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,得知最后一个混混在酒吧工作,她来到酒吧包厢,转身一枪打中混混大腿。 在她要终结混混的时候,女警却带人来到现场,女警声泪俱下地劝小美,现在收手可以从宽处里。 同为女人,小美面对女警的劝说,心理的防备逐渐消失,她放下了枪。 可令人想不到的是,一旁的混混捡起枪,对着小美的头就是一枪,女警怒急,开枪结过了混混。 小美并没有死,而是脑死亡成的植物人,但女警却拔了她的氧气罩,因为女警的妹妹身患绝症,急需器官移植。 而小美和妹妹的匹配度正好合适,一名为国家拿过奖牌的射击队员,一个柔弱善良胆小的女孩,被凌辱,被无视,被威胁,被逼得用自己唯一的技能复仇。 最后一线生机都要被人利用,这要是在我国,每一个运动健儿都是我们的骄傲和珍宝,棒子国真是可悲又可怕。